很開心 我們潘老師是長輩 我們來聽聽年輕人怎麼講 來聽 幾美 其實我們這種比較感性的人 我們在遇到這樣子的 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以我們的情緒為重 那我們要再把情緒放下的話 我們其實真的很難降下來 會內耗 對 我們會耗損自己的精氣神 還滿痛苦的 像是 我是F人 然後仔仔 他就是T人 然後在我有一次的時候 F就是感性 T就是理性 F是感性T是理性 然後我有一次要趕排練的時候 我就 因為那一天下大雨 然後我不方便騎車 因為晚上還有排車這樣 然後我就叫計程車 上車之後我跟他指定路線說 我要走市民大道 然後要轉哪裡 這樣子 我口頭告知他路線了 結果講完之後 這司機走著走著 他又繞我遠路 他在西門繞了一圈之後 才在上市民大道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蛤 你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大塞車了 然後我跟他講了之後 他也不理我 然後臭臉這樣 我就有點心裡不舒服 然後終於終於 我到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那這樣子的價格總共是400多塊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那個價格 再加上他繞路 基本上我是可以 不用給他錢的 對 以法規來說 但是我還是給了他我應該要給的 金額 結果他就忽然很兇 抓住我的衣服跟我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燒給錢 他還要我再把我多付的 他多繞的15分鐘付完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他又很兇 然後我又想說 事情不要鬧太大 所以我就把這100多塊付完之後 我就離開了 再再又看到我心情很差 然後他過來安慰問我說 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他講說剛剛發生的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好啦 沒事 現在要工作了 好不好 我們搭起精神來 因為我還是真的出不去 我就在 你為了100多塊的計程車費出不去 你為了100塊出不去 那是一個感受的問題 對 前四小時 覺得他沒有被尊重 他覺得他被欺負了 沒錯 然後我去練的時候 我的臉還是很不開心這樣 結果仔仔就一直說 好啦 你不要不開心 好啦 你不要在那邊 帶情緒在工作裡面 然後我又跟他講說 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 他就說 好啦 沒事 不是啦 我們現在在工作好不好 假如說你要哭的話 你就回家再哭這樣 我就覺得想說 哇 兄弟 你不要再一直戳我了 對啊 哪哭不開心 後來你就真的回家哭了 他是真的哭了 對啊 他 他就是 氣到就是一直 他那時候講的時候 還一直抖 但我覺得說 在工作的時候 你 你要進入工作狀態 這個不然會影響到 工作的效率 我覺得 對 這是兩個人真的會有差異 因為感性的人 有的時候就是內好揍不出來 因為吉美仔仔 他們就是上面一樣 下面不同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仔仔是他好友 偶爾聽他講一點廢話 耳朵關起來就聽 講到在聽 你要給他一點安慰 你要聽見他 共情他 但我們都在笑吉美 還是有人支持吉美 耳朵 你說 因為我發現我們F人 因為我也是ENFJ 我們F人真的很難理解T人 像有一次 我印象超深刻的就是 因為我們那比賽快到了 然後因為我有兩首歌曲要準備 我那時候就很苦惱 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哪一首 對我來說比較好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先遇到了吉美 我就問他說 不知道我要選哪一首 像吉美可能就會跟我比較像 他就會說 不然你兩首來給我聽聽看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看哪一首比較適合 然後結果仔仔來了 然後我就一樣的話問仔仔 仔仔就會回說 那你就快點選啊 對他比賽了 你還在那邊拖什麼拖這樣 他就完全沒有要幫我們解決問題了 你知道我們真的就是F人 其實就只是需要一個關心而已 我當然知道快點選啊 是不是 就不要太理性啦 有時候說說你就順著他的話 那講其實就沒事了 所以你們兩個其實在成長過程 會越來越像 所以要小心一個問題 就是一起犯錯 當如果要做決定的時候 How we相對吉美來說 還是比較能控制情緒一些 所以你要替他一起替你們做決定 但假如仔仔仔的時候 他是很適合做分析的人 所以我們三人就在一起的話 可以用這樣去做 誰是軍師 誰做決定 誰思考 誰發力 就分配工作這樣子 木木也是一人嗎 我是一人 然後我這邊就是要非常認真地 問一下我們專業的老師 因為其實 就像我們今天在場 大部分都是一人 然後包含我這個圈子 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一人 那偏偏我們的水風呢 他就是其中的I 然後因為我覺得一人的個性 就我這個年紀來講 我們都是只要有不開心 我就會直接跟他講的人 對 然後我也會直接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跟妳是夠好的朋友 那我就會直接跟你講表示我是想要幫助你 因為如果你這個個性我可以理解的話 反正我就是會 講出來 那也許有些人 他就是會 可能默默討厭你也不知道 反正他有一個我最受不了的個性 就是他是 會突然間生氣 然後生氣也沒有人知道 就是我們大家還在很開心 可能在排練或是幹嘛 然後你就會發現 怎麼某一處就是冷冰冰的 然後你才會發現說 他在不高興 然後可能就會臉臭 然後你去問他說 幹嘛啦 水風幹嘛 然後發現他也都死不講話 然後可能會 可能當眾就是也不回妳話 然後就是會跟別人玩 可是就不會跟你玩 然後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他在生氣 然後你要過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才會 他才會慢慢理你 這就是我覺得 唯一不理解他的點 OK 就是他生氣都不說 這個算有點 太刀點了 水風你為你自己講一點話 你快點反駁我 就是 你會不會有一點色孔 Iron會不會有一點色孔 其實 你看到我們這樣這麼多人 你會不會有點緊張 應該會 你們可能太多人看著他了 我們太多人看著你了 然後我們講話又太快 對 節奏太快 其實也害怕 你隨便講 因為其實 我是一個比較 常跟自己獨處 然後也就是 跟自己說話 對 跟自己說話 比較需要一點自己空間的人 然後當然就是他 那你怎麼可以來當原子少年 誘人愛表演 OK 很好 訓練 他的愛表演 戰勝他的色孔 OK 對 然後他就會 可能很熱情的打擾我 因為我當下可能在做別的事 就是在思考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會打 可能想要打斷我 然後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也在意別人的感受 別人怎麼看我 這樣一個人 所以我當下就會不會跟他說 我也不會直接 就是說 你不要吵我 或怎麼樣 我還是 就是會自己內耗 或者是就是 當下可能想完 然後可能就是自己 內化完 然後之後 才會講出來 對 然後可能忘記了 或這件事情過了 然後可能就 他問 然後我才跟他說 這樣子 對 來 安格斯 看一下他們兩個 木木是ENFP 沒錯 來 你看 外相 直覺 感性 意識 那你想要什麼星座 獅子座 答對 阿姨就在那邊叫獅子座 對 我是獅子座 獅子座 獅子的個性很鮮明 可是相對來講 愛情的人就是陰塞 所以我們永遠都看不到 他的內在是什麼 可是愛情的人 他仍舊產出了 像演藝圈IU 泰妍 金城武 你看吧 都巨星 我們已經20年沒看過他了 沈玉琳 不是 玉琳哥 就是十年魔一劍 你比較奇特 因為你每天都在電視上面 所以玉琳哥的案例 是一個標準十年魔一劍的例子 就我沒有從未遠離過 但是我選擇要在內線 站前還站後 有時候你可以在這個 之中轉換思考 但永遠不要離開 你愛的那件事情 這兩個人相處就一個問題 愛情的人 非常討厭在情緒起伏的時候 被人發現 你關心我是覺得我脆弱嗎 你覺得我受傷嗎 這個時候他其實需要是 安靜稍微你理解 輕輕地關心我 我很感激 但是用力地關心我 我很害怕 因為你看到我脆弱 我不想被你看到 所以讓我自己調整好 當我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切OK了 但我謝謝你曾經講 那一句話或一時之間的關心 他會記住 你不要多不關心 點一下就好了 了解 愛情的人就這樣相處 比幾下 真的 安格斯這三年 這是很特別 這個MVTi 準確到令人毛骨悚然 對啊 研究以後就是 除了星座以外 MVTi真的可以看到你 每一個人個性的一些線 如果這樣子一直發展下去 會不會星座老師都失業了 因為沒有人要聊星座 其實我覺得 國外因為他們的 這個範圍比較寬 所以他們把一切這些事情 都放在神秘學裡 也因此星座式 塔羅式 血型式 數字式 符號也是 圖坑也是 MVTi也是 還是要全部一起綜合來 所以當你從這個角度 看不通的時候 你換一條路走 那我們可以從任何一種 屬於你 你們這樣子 就是彼此張偉忠 因為他 沒關係 長輩還是要看八字的 對 他有他的TA 他的TA就是長輩 對啊 長輩不會T字的人VTi 如果長輩都走光了呢 以後我們變成長輩的時候 也還是會姓八字 對 你也不能不聽他的 還是得聽他講 對 我們請原子少年再講一下 再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好消息 木木先講好了 好 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大家也一直等滿久 就是一少年二終於要 千呼萬喚 沒錯 我們又即將又有端出了幾個 很厲害的男團 然後我們在8月24號起的 每週六晚上8點 會在TVBS的42頻道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播出 然後8月31號的晚上6點 也會上線在我們的YT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多多支持 OK 想要遭更多 想請我們公布在原子少年的 官方IG 請大家就多多關注 水瘋 下次要你講 我輸嗎 對 下次你要講 因為你知道Iron 你要訓練你自己 剛剛那段話你再講一次 對 來 怎麼樣 我們給你大字報 你再講一次 你要克服你了 即將在哪裡播出來 有了命 你要講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水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水瘋 對 我太恐怖了 像我是I型 但是我表現出 大部分的時候是像E型 對 你要武裝你自己 演久了就像 對 對不對 你要弄它 until you make it 對 原子少年家人8月24日 每週六晚間 要這樣 好 來 演一次來 準備 go 原子少年2將於8月24日 起每週六晚間8點 在TVBS歡樂台 精彩台 及LINE TV進行全台首播 8月31日起每週六晚間6點 也會上架原子少年官方YT頻道 然後更多詳細的 算了 沒關係 結束了 好 加油 是的 好好 你最愛的 好 鼓勵 有個少年 來 大家多支持他們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